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上我们没办法聊啊 有点可惜 我那时候还被跟凯特这样讲 对 没有 因为马妹叫我看的时候 我刚才讲说 我有看到啊 可是因为她现在才五集 因为五集都还在爱潮阶段嘛 没错 我以前的经验是没有什么可以聊 对 因为一开始就是啊 你知道大家互相找对象 然后可能就是互诉爱意 所以你就是在看他们怎么样建筑他们的感情 对 然后以前也许他们在爱潮里面可能会比如说 一个人对两个人都觉得有好感 对 然后他在里面要觉着说 啊 我应该要选哪一个 之类的这种 顶多就这样 对 对 但是没想到这次在爱潮里面就很精彩 真的 因为我一开始他那时候好像是上星期五上的 那时候我真的是还在那边傲回想说 哎 真的是太可惜了 没办法先聊 因为我周末就是本来想说啊 看一下这一季的 轻松一点的 对 这一季怎么样啊 人的素质如何啊 结果我看了一季之后我就说 哦 我停不下来 我一次把五集看完了 对 很精彩 超好看的 这第一次就是才 前几集就开始生气的 真的 我看完第一集就马上都说 哦 这一季表紙很多 怎么可以这样啊 其实他们在一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 都还看不出来是表紙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第一开始真的是很正常 就是只是在想说 哦 这一季有什么样的人来参加 这样子的感觉而已 对 有啦 麦卡 有一个女生 其中一个女生叫麦卡 一开始有一点秋啦 他就说 哎哟叫我不要靠外表 我真的好难哦 但他真的蛮漂亮的 可是没有必要这样讲吧 就是算了 他可能过分自信 但是因为那时候 我的确也是有在 就是因为在记录嘛 想说这个人是谁 因为每次人太多 都常常忘记这个人是谁 然后我就觉得起来说 哦 就是漂亮的金发女生 这样子 对 就真的蛮漂亮的啦 对 他有点像那个辣妹合唱团 里面其中一个女生 哦哦哦 你应该知道我在讲谁 其中一个主唱 这是真的 你看到你会觉得漂亮的女生 对 只是其实 那时候就有你 从他的那个反弹 就看得出来 这个人就就有点 大言不惨 哎 我平常都靠外表的 现在他们都看不到我 好烦哦 我来亲身体验一下 大家看不到我的脸 要怎么样哀伤我 确实可是你知道 那种就是心机表 当久的 跟不需要露脸 就很心机呀 好不好 他们嘴都超厉害的 好不好 对啊 好 我们现在讲说 我们现在这一季的大魔王 就是 麦卡跟他的小罗罗 对 小罗罗叫Irene 是 他说他是 小时候从俄罗斯移民来美国的 对 因为你看得出来 其实Irene你就看得出来 他在受访的时候 他就有说 哦 他以前很自卑 因为他蛮连痘痘 都没有人要跟他约会 对 然后那时候他还有说到 他以前好像被人家霸凌之类 对 因为他长痘痘的关系 对 然后他有时候 我现在都还有痘疤 你也看得出来 还有痘疤 对 然后他说 但是所以他就觉得 他来这里就是要找真爱 就是要不在乎这些的人 对 他也要克服他自己 我那时候想说 哇 这女生真是蛮励志的 对 我很想要支持他 我也是 我也想说好希望 就是 而且所以他在跟男生见面的时候 我很怕他被嫌弃 嗯嗯嗯嗯 完全走向就不是我们想的他一样 对 我想说 你说你被人家霸凌过 你骗人吧 对 你是霸凌人的人吧 对啊 因为那种个性的人 我绝不可能被人家霸凌耶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看那种 美国校园青春喜剧 对 然后就会有一个女王风 然后旁边会有小罗罗 我们就想说呢 这个就是剧情设定 真的啊 没想到他们会自然 真的形成这个社会 会会会 我觉得还是会 真的会 就是 所以你现在美国学校 也真的有吗 不会啊 大学生没那么无聊 对 就是 但是 还是我的学校比较不那么无聊 真的哦 我猜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大学 就是有那种兄弟会 姐妹会的那一种 可能会有 就是应该 你看麦卡真的找得很漂亮 对 那我想你看以前在学校 就是这种角色 对 他应该就是 受众人瞩目 然后可能男生 就是每一个都很怕他 这样子 对 然后没想到 他进去艾草 马上就吸收了一个小罗罗 我觉得也很厉害 对 就是这一季 怎么可以找到 这么两个 这么匹配的人啊 对 就是那个Irene 马上就在麦卡身边当小汉 尤其是看到这一段之后 我就会想说 他们像这一种个性的人 到底是不是 他们特别挑进来的 还是说 他们真的在一开始的时候 演得太好了 我相信他们两个演得很好 你看他们两个前面的访谈 就看起来就很好相处的样子 对 我那时候反正甚至会觉得 麦卡大辣辣的才讲得出这种话 对 就是 只要只是没想那么多 就是那种金发笨妹之类的 就完全不是 他是他金发笨上不笨 他心机超级重 他就在 他在聊天的时候 对两个男生有感觉 然后他就会在 爱草里面就去排挤 跟他喜欢一样男生的人 对 因为他喜欢的 还不止一个男生 对 所以他就是在里面 会在那边默默的 讲人家坏话 对 那个Irene就会跟他 一起讲人家坏话 对 然后嘲笑 就是莫名的在嘲笑别人 比如说那女生进来 可能那天聊得不是很顺利 他就是有点难过 然后他们两个就在那边笑 人家这有什么好哭的啊 什么的 对 就超没礼貌 而且Irene就会扮演 她跟别的女生 也会当好朋友的角色 再把别人的消息 来跟麦卡讲这样 对 而且我觉得Irene 真的很过分的是 她会一开始假装 她是 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在旁边听你诉苦 你哭好可怜哦 你这么漂亮 她怎么可能不喜欢你 你人这么好 然后再回去说 她有什么好哭的 对 然后再跟麦卡两个实眼色这样 对 好讨厌哦 对 然后麦卡就是一副那种 太夸张了吧 那种感觉这样 对 而且她很会在那边 假装自己很清高 对 就是她不去沾染这些 然后都叫她的 小LoloIrene去做 对 然后像她 其中一个 配对男生 其实已经开始 比较喜欢另外一个女生的时候 被她知道 对 她就开始用自己的话术 去告诉对方说 你跟我比较适合 我才是 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对 而且她很会哦 她讲话的时候 她都会说什么 哦 你讲这些 真是让我 就是快要爱上你了 对 然后我们应该要 好好的相处什么的 我就觉得听了就超气 对 我觉得她很厉害是 因为对方就会跟她讲说 其实另外一个女生 让我比较有 把我认定我的感觉 嗯 因为那个女生很常 可能对我示好 然后她跟我讲说 就是她真的有多喜欢我 对 然后她就马上死杀手键就说 可是我都爱上你了 对 哎 我觉得她真的很过分耶 对 因为她最后没有跟那个男生配对 对 然后她叫那个男生去 拒绝另外一个女生 对 因为女生跟男生在聊天的时候 她还在就是爱草里面 一直在跟她小罗罗说 那个房间到底在搞什么 知道现在还没回来 对 然后她在那边很气 我想说 关你屁事哦 对啊 因为人家就是 又不是说 他们两个面对面约会 对啊 他们两个又碰不到对方 就只能讲话而已 对 然后那男的已经是 已经是奉你的命 要去拒绝那女的了 你还在这边说 就树战树绝 怎么还不回来 对 就好讨厌哦 对 然后人家女生回来 以后很伤心 对 就是他们就跑到一个角落里面 然后就有其他女生过去安慰她 然后他就派她的小罗罗过去偷听 对 而且他们两个那个偷听 就是 你知道 就是又很不遮掩的偷听 然后一副在嘲笑人家的样子 对啊 我就觉得 我真的是 最讨厌就是这种女生 对 两个一直在那边偷笑 对 偷海偷听 因为像你说不遮掩 马上被发现 然后那个Arena还在那边说 快跑快跑快跑 很幼稚耶 你不觉得很像在看什么国中剧吗 对 然后两个人 好像不觉得自己这样很丢脸 而且 他们真的都没有感觉吗 你知道这一切一定都是被摄影机拍下来 然后他们都不会觉得说 这样子是不对的行为吗 因为其实说实在前几季你要说 完全没有这样子个性的人吗 应该有 我觉得多多少少一定有 有摄影机 有摄影机 对 就是你至少自己心里应该要想到说 哦有摄影机在拍 就是你要对这件事情有认知说 哦其实大家是讨厌这件事情的 所以你可能会压抑自己 不让自己去真的做出这么多这种举动 就像妈咪说的 你们不觉得你们现在就是被拍下来的吗 对啊 所以我去看到那个Arena IG的留言 就很疗愈啊 就有人跟他讲说 你居然是business owner 然后你居然还敢在镜头面前做那些事 对 因为大家就是会讨厌这种事情啊 他说我不管你是什么owner 我就不可能跟你买 对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明显的恶人了 对啊 所以几乎美国相关的报导 全部都是把他们归类成恶角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要脸的是 Arena还用以恶角的角度是受访 他根本不在意耶 对啊 到底是能幼稚到什么地步 我真的无法看出来还是一个因为长痘痘被霸凌的人 对 因为我懂有些人可能被霸凌之后会去霸凌别人 但是我觉得那个举动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因为他这个是他的个性的问题 他个性感觉就是会先霸凌别人的人 对好 然后先讲说他们这个霸凌二人组 Mica跟那个Arena 他们两个都配对成功 居然有配对成功 我气死了 而且他们都是打败另外的女生配对成功才更气 对我真的是气死了 因为其实因为他们两个手段很高嘛 其实两个男生呢 其实他们明明就是才是真的遇到真爱 对 但是却有别人来从中作梗 真的 因为遇到两个假兮兮的 我觉得男生真的很不会分辨绿茶表 对因为其实另外两个女生太善良了 所以斗不过绿茶表 真的啊 两个男生后来都后悔 所以我好像选错人了 你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么早 因为他们现在五集播完 他们还在度蜜月嘛 蜜月甚至还没结束 然后他们就已经心里在想说 我是不是做错决定了 对 Arena配对的男生是律师 Arena配对的是Zack 然后他是一个刑案律师 他本来跟另外一个女生好像叫Bliss 对对对 Bliss很明显 而且我觉得他也比较漂亮 对啊 他长得好漂亮哦 对 个性又很好 他是真的很真诚的在跟Zack聊的 真的 然后但是却被Arena用话术把Zack勾走了 而且我觉得Arena真的很过分的是 因为他们刚好在艾草里面某一天 刚好是Zack的生日 然后Bliss那一天就在烤小蛋糕 准备要给Zack当生日礼物 这样帮他庆生 然后Arena在旁边看到之后 他才想到说 哦对耶 是Zack生日 你知道他多无心了 对 然后他才跑去Bliss旁边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根蜡烛 我只要说 你有脸说出这种话 然后Bliss就太诚实了 他其实就是有点跟Zack抱怨说 就是他觉得Arena很不尊重他 对 但是他没有讲发生什么事 对他其实没有讲 他就是很婉转的说 他觉得这个女生的个性不好 对 然后但是对Zack来说 男生是这样子真的很单纯 他就觉得 哦你在跟我讲Arena的坏话 对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别人坏话呢 你不可以为了争夺我 就这样讲别人的坏话啊 对因为隔天 就是Zack跟他说 我知道你跟Arena的关系不好 然后你对他也没有 你也觉得他不好 他说我没有说他不好啊 其实他真的很无辜 对 他只是觉得在那件事情上面 他不尊重他 嗯 然后他就说 其实我没有说他是不好的人 但因为他有讲了一句 比较重一点的话是说 如果Zack选了Arena 对 这句话是失策啊 对 那就是表示 你可能就是很不会判断人 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但是他这句话是真的啊 对 我想说 Zack一定想说 干真的 他讲的是真的 他没有骗我 他只是因为 他只不想要那么大大大 讲人家坏话 然后他只能这样子讲 因为他感觉出来 就是Arena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算不选我好了 对对对对 你也不应该选Arena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Arena就是个不真诚的人 对 可是因为 你会看到Arena在跟Zack讲话的时候 非常的假惺惺 没错啊 Arena在跟Zack讲话的时候 他就说 Oh Bliss 其实是个很好的人 对 然后他是个很好的对象 很好的女生 我也不会想要讲他坏话什么 然后 只是我真的很喜欢你 之类的 就是 很会装 对 然后我后来也大概了解 因为 其实每次看到那些 就是校园剧里面 那个小罗罗其实都是这种角色 很会察言观色的角色 哦 也是吼 对 然后就是讲对方想听的话 对 没错 因为他们要一直讨好他们老大 对对对 说这个我驾轻就熟 对他真的就是Zack完全被他感动 对 因为Zack就觉得说 哦 你就算你知道对方讨厌你 你还是帮他讲话耶 对 Zack就觉得说 而且你又是一个 感觉很有义气的女生 所以你一定 不管我做什么事情 你都会挺我 然后会是我一个 很好的支柱 对 就是他真的给Zack这种感觉 结果他从头到尾也不听他 然后那个见到面之后 我就想说 干这对完蛋了 哎 人家Zack都没有嫌他的外表 对 就是Zack没有差 他可能想要一个高大猛男 他喜欢比较粗犷一点的啦 对 但是在 以我们这种亚洲人的观点来说 我不知道外国人啦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长得不差的外国男生 而且工作也好 对啊 然后长得又不差 然后人又很真诚 其实你后来就看得出来 他真的很聪明 对啊 因为他只是觉得 哦 我们既然是天生一对 我想要给我们自己 彼此机会 对 他一直在给 Arina机会 对啊 他其实一直不想要放弃 因为他可能真的有 付出真心嘛 对 所以他也不想要这样子 就好像我的真心就这样被践踏了 对 但是Arina真的就是一看到他 外表不是他的菜 然后就开始就是各种冷淡 对 而且他真的很过分 然后他就说什么 哦 就是你碰到我 我就是身体上的不行 然后Zack 在很真诚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也可以怎么拿枕头挡住脸 对 他完全连 就是连面对看着他都不行 然后 对 然后还说 你在讲啊 我在听啊 超没礼貌 而且他最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没礼貌 就是他们两个见面 不接吻就算了嘛 因为Zack就是 可能想要好好的看看 我喜欢的女生长什么样 他们就说 你不要就是一直不眨眼 看着我 他觉得很不舒服 对 那一直说你可以眨眼睛啊 然后一部那种对方 人家是怪胎的感觉 对 然后还说 你长得好像卡通人物 我想说这到底是 你在称赞他 还是在取笑他 连男生都听不出来 对 然后重点是 MICA也很过分啊 MICA还跟别人 他真的就是那种奇怪 一直到处讲这样坏话的人 真的 他就还去跟别人 想说你们会请他当律师吗 我是不会啦 就很没礼貌 他关你什么事啊 对 而且如果你只是在跟他讨论说 这个男的跟我朋友不适合啊 之类的 然后 他们可能不会成之类 只是在聊这个东西 我都觉得还好 对啊 你跟我去聊人家长相说 你不会请他当律师 超奇怪的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那个 人家就是在他的领域 做得很好 对 你是怎样羡慕 还是嫉妒吗 对 然后他们这一对 真的是活保 因为 麦卡是跟 Paul吗 Paul 对 麦卡是跟Paul配对 Paul是我觉得里面最帅的 那 环境科学家 凯特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说 哦 因为我在Paul的那个注解下面 是写 sexy环境科学家 因为我只前面看到 他们在自我介绍而已 然后我就马上跟马妹说 哦 环境科学家好帅哦 哈哈哈 结果他也是被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都是被那个 蜡蜡蜡蜡蜡蜡 对吗 真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 在爱潮里面 绝对都不是真心诚意的 对 如果我是麦卡 我如果真的喜欢Paul 我会看到外形这样的话 我觉得整个爱上他 对啊 因为你等于是加分嘛 你本来就很喜欢这个人了 然后外形又很好 就是再更加分啊 但是我后来觉得麦卡 他只是想要征服每一个男的而已 我觉得也是啊 对 因为他绝对 给我的感觉 他没有那么喜欢Paul 他对Paul就是 两个是还蛮亲密的啦 但是你感觉不出他的真感情 对 然后我觉得Paul自己 一定有感觉到 对 反而被他拒绝的那个男的 他见到本人之后 还是要继续勾引他 Kwami就是 他是一个前职业组组合选手 对对对对 一个黑人 对 体格很好 感觉又很多才多艺 对 然后他在爱潮里面的时候 他就是跟Paul跟Kwami 都搞暧昧嘛 对 最后他跟Paul两个人讲定了 因为他知道有人在跟他抢Paul 对 而且那时候因为Kwami本来要跟他求婚了 麦卡可能就想说 哦不行 因为我还有Paul这条线 对 而且他觉得Kwami文了 对 所以他就故意在Kwami这边踩刹车 对 就是说 他还回去爱潮在那边跟别的女生说 他刚才居然说想跟我求婚了好烦哦 那种感觉 对 可是他在里面讲得很好听 对啊 他在那边说 哦 因为我这边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男生 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下决定 因为他不用眼睛 因为他不用脸啊 对 但是你就看着 Gwami是面无表情好不好 他就都很假啊 对 他就每天都说 哦我好爱你 我快爱上你了 就是都没有让人家感受到真诚 觉得那些笨男生会被骗 真的 你们真的是太笨了 然后他们像Paul那时候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就超开心 因为觉得就是这么爱我女生 然后又长得这么漂亮 对 然后他看到Paul病没有很开心 他可能就OK啦 期待更高 对对对 就OK啦 对 没有不开 没有像就是Irene不开心 没有像他那么夸张 对 但是也没有 你看你没有看得出来 他像Paul那么开心就对了 对对对 后来果然就是 每次只要所有的情侣一起见面的时候 他就是把Paul晾在旁边 对我都想说Paul勒去哪里了 他就是卖力的 你知道Zack跟Paul真的烂胸烂地 他们两个就一直在旁边啊 诉苦 说我们好像选错人了 但是因为这时候 我觉得这真的是牵扯到太多了 对 因为麦卡见到Kwami本人的时候 突然又被震惊到了 觉得啊这人怎么这么帅 然后当初都那么矮 我怎么没有选他 我原来是个黑猛男 对为什么我没有选他呢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他就开始又对人家 也没有到上下其手 但是就开始进攻了 对你知道因为东方人跟西方人 审美观还是不太一样 因为Dee就觉得Kwami没有很帅 但我觉得Kwami其实是还不错 因为这一季刚好选了比较多黑人 我觉得前几季的黑人比较少 但这一季的黑人都长得蛮好看的 对我 其实他大家会觉得帅的那种黑人啊 对而且他不是 因为有些黑人是高壮型的 他算是金瘦型的 所以其实他身材很好看 很好 对然后 我觉得很赞的一个 我觉得可能Mika就是喜欢这种身材吧 因为 可能是 Paul不是壮男的 毕竟他是环境科学家 说不定还有一点肚子之类有没有 就没有练得很结实 对然后所以Mika只要一看到Kwami 就会使劲全身解数的要勾引他 对 而且他们他好像一直想要 跟他的小罗友Aline两个人 就是想要表达说 其实我才是Kwami的首选 你是去捡我剩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我拒绝他 他才去选你的哟 就是有一段超恶的是 因为你看Kwami跟他的未婚姬 未婚姬跟他讲说 你待会跟人家聊完的时候 可以帮我拿一下什么东西给我吃 对 他跟他说好了以后 Aline还说什么 Kwami 我人家Mika想吃什么什么什么 怎么关你屁事哦 你去叫人家老公干嘛 对那时候Kwami就还回了 不说说你自己去拿 对 本来就试了 他说那你就离开你们的气垫去拿 对 我觉得Kwami也不是笨蛋好不好 因为他那时候 他姨父就在示威说 这也难得我叫他干嘛就干嘛 那种感觉 对 但是因为Kwami 其实他也有承认说 他在一开始 就是看到Mika本人的时候 因为他真的很漂亮嘛 身材又好 所以还是有被他吸引 而且他 他觉得 他们之前是真的有一段感情 他是真的喜欢他 他想要跟他求婚嘛 对 我真的要感谢他们这么过分 让Kwami有认清现实 真的 他如果再继续装好人的话 应该就是Kwami可能又会变心 只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Mika可能觉得就是有点有失面子 就故意才跟Kwami讲类似什么 恭喜你求婚失败哦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白痴啊 自己讲错话 对 然后这句话就是 激怒Kwami 但Kwami也是没用啊 真的 因为Kwami刚才讲说 我跟你谈一下 你刚才讲的话什么意思 对 我本来想说 好 要激战了 要对骂了 然后没有 他就跟她激怒说 我刚才没什么意思啊 哎呦你也知道 我讲话就是这样 比较不经大脑 你也知道 我明明就很喜欢你 而且 他在跟Kwami讲话说 一直摸人家手 对 我觉得他平常就是这样勾引男生的 真的啊 所以Kwami隔天是有点懊悔 说我不应该 就是他这样给我奶两下 我又软化了 他后来我觉得自己很傻 其实那一段我很气Kwami啊 对 我也是 他真的把他未婚妻晾在旁边 对 因为他未婚妻 他未婚妻叫Chelsea 我很喜欢他 Chelsea就是那一种 我们东方人都会觉得他很漂亮 然后很洒脱 然后很尽力 这样就是 对 因为他个性也很好 对 就是一个 比较 大姐的形象 对 他其实 他真的很包容 我觉得Kwami真的是还好遇到他 真的啊 他其实有事实的跟他表达你 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像最一开始 他们在艾草里面 Kwami就是跟Chelsea 还有那个Mica 比较好嘛 那时候就是Chelsea一直有对她示爱 所以Chelsea知道 那时候Kwami本来要跟Mica 求婚的时候 他其实很伤心 对啊 对 但他也都有直接跟他表达说 我因为这样 然后所以不开心什么的 对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会 把自己情感讲出来的人 这一段Mica也是很过分啊 他这边说 蛤 我拒绝他之后 他又回去找Chelsea哦 超不要脸的 我想说 啊不然呢 人家是现在怎样 要退出节目是不是 对 人家本来就是在这边找真爱 那既然你不是他的真爱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真爱啊 对啊 因为他那个时候本来就是 对两个都有感觉 对啊 是你在那边用话术 把人家骗走好不好 对 然后我相信 因为Chelsea就是身材 就比较瘦嘛 对 所以他对 对美国男生来说 可能就不是那么爱的身材 太干扁啦 对他们来说 因为他就是胸部没有很大 然后就直骗人的感觉 对 但是Kwami有发现 他才是真正的好女人 对啊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进行一个 非常有深度的对话 对 然后Kwami在隔天 真的完全醒了 真的 他完全就不理Mica 然后Mica开始就说 他今天对我很怪 你去 你去关注你未婚夫好吗 这是别人的老公 对 他就一直在 Kwami 而且还觉得说 一定是Chelsea有跟他讲什么 所以我要好好的跟Chelsea谈一谈 莫名其妙 到底关你什么事啦 人家Chelsea根本没有跟他讲什么 他只有跟他讲说 他完全没有讲Mica的不是哦 对 他就说 我觉得你这样子 把我晾在一边 是不对的 对 他说我知道你 他那句话伤到你 你想跟他谈 但不用谈那么久 对 而且我看你们两个相谈生怀 对啊 其实他完全没有讲Mica怎么样 对啊 他是针对他们两个 指尖就是说 因为我是你的未婚妻 所以你其实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对 而不是别的女生身上 对 然后Kwami终于就行了 对 你看这是多好的女人啊 真的 然后他也发现自己被利用啊 他想说我昨天是智障吗 为什么 他明明跟我讲了这么过分的话 然后他跟我捞两下 我就 整个脑就忘记了 真的 就还好Kwami也没有继续执弥补物 真的 我也希望接下来 因为我们才看了五集 我希望接下来 他也不要再陷入他的陷阱 对 然后但是 就反正最新的发展 是Kwami一直在闪他的 对对对 然后而且Kwami一直想要弥补自己的未婚妻 嗯 就那一段我看得很开心啊 对 终于有一段比较好的结果 对 然后你看那个Mica又跑去找Chelsea谈的时候 Kwami也说 还好他不是找我谈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老天爷很帮忙 老天爷救了Chelsea 讲说 哦 不要来 不要来 赶快下雨 哈哈哈哈 就是他 他们才说说 我想找你谈一下 就 砰 下大雨 哈哈哈哈 然后人家Kwami表现很好 他马上来护妻啊 真的啊 他也没关你Mica 你不临时 Mica好像一副那种我说 为什么Kwami没有来保护我 关你屁事 你去找你老公 对 你会不会不是Paul好不好 然后 好 这个时候Drama 又来了 我觉得真的难怪 就我会看得这么开心 对 因为5集里面现在太多可以讲的事情了 对 Mica的小Rola Irene 吓她老公 对 就看到Paul之后说 哇 他真的是我的菜耶 我真的好喜欢这种人哦 我好像我可以在美国发展 美国男生就是不管女生 有胖或熟吗 不能熟 我不觉得 Irene 胖 但是因为他就是比较有肉嘛 对 但是他又 太想要炫他的奶 对 他穿的真的是很不 得体 对 因为我们上一季讲过的那个Alexa 对 他就是也是 他也穿的性感啊 对对对 然后他也是 比较肉 就是比较肉一点嘛 但是他穿的性感会让我觉得好好看 对啊 你好会穿衣服哦 对我完全不care他身上的肉耶 我就觉得怎么那么适合他 对就觉得你穿的非常好看 对但是因为Arina明显 他就是只是想要挤他的奶出来 因为有一些男生根本就直接说 访谈的时候就直接说 我没有办法往下看 我只能 就是Paul啊 就是Paul Paul的访谈性感 他只是我帮他翻译 他就说我晕来了 我只能看着他的脸 因为我知道我眼睛只要往下 就会不小心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对 但是你看得出来Paul感觉得到 Arina对他有意思 因为毕竟他 我觉得他一定在麦卡身上 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爱情嘛 对 所以他只好就是往外寻求安慰吗 也可以这样说 因为他也没有预举 对 他就只是接受就是 人家对他的仰慕 对 因为他感觉得出来Arina很仰慕他 对对对 Arina一直在跟他示爱 对 然后他就在那边享受他的示爱这样而已 对对对 倒是没有跟他什么卡来出来 还是怎么样 没有没有 反而是麦卡真的是一直卡来出来 对 麦卡就一直用肢体语言一直在跟夸蜜嗜 我觉得超噁的 真的 我还有一段要讲说 其实因为盲魂事爱真的比较真实 因为我寻找绝配情人 其实我还没看完 就是我一直断断续续看 可是因为那边的身材实在太好了 因为后面每一个都超赞 对 然后我在盲魂的时候 我就会说 你跟麦卡跟我一样有橘皮 就是两边会有这样的对比 就是这样子就比较 他不会去寻找绝备 因为那边几乎都是欲罢不能啊 没有 而且那边就是你知道已经先出名了 所以有一点钱可以去再做更多保养 真的耶 你知道的确那边也看得出来一个社会的生存环境 真的啊 盲魂的人在那边真的比较难魂 就至少我要在盲魂这边混出头之后 我才可能比较有可能去进化我自己 对就是那些欲罢不能的人真的都很狠 对啊 很可怕耶 想说找这些身材的人要我怎么活啊 对那加上手段也都很狠啊 对啊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肉肉强食 诶真的耶 是肉肉强食诶 对好 反正再来回来讲说 Irene反正他就是很怕Paul啊 而且他因为他跟Zack 最后其实已经算是达成协议不成了 Zack就直接讲说 他也有跟Paul讲 今天晚上他也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会离开这边 他也不想在这边浪费时间啊 对啊 真的是浪费时间啊 律师并没有缺这个度假的钱 对 我回去随便再继续辩论一个案子 我都可以赚更多钱 对 所以他那一天就很心平气和的 跟Irene讲说 我们就到这里就好了 对对对 我也知道说你心不在我身上 那Irene这个时候 终于露出一点人类的样子了 没有啊 因为他就想说 哦 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喜欢Paul啊 Zack就说 哦有啊 我知道 我看得出来 Zack先提的啦 他说你对你朋友的另外一半 他说对啊 怎么办啊 好烦哦 为什么他是他的另外一半 就是他们两个终于有一段 真诚的对话 居然是这个 是因为要讨论他喜欢别的男生 对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 Irene真的把别人当笨蛋啊 真的啊 因为他发现Zack居然都知道 人家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想说 你做的有多明显 你看不出来吗 对 然后他讲说 你得到了很多不应该得到的对待 我对不起你 对 其实我还蛮感谢他有这一段对话 不然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可怜哦 而且他真的很过分的 他这边说 你赶快回去找Blitz 因为我就觉得说 那你就知道你对人家很过分 然后你都还这样子对待人家 对 你也可以在第一天都跟他讲说 我真的没有办法努力下去 然后 就是很抱歉浪费你的时间 然后 他其实根本可以不用啦 或是你不要在那边装什么 就见面的时候 你其实很明显嘛 就是不喜欢人家 然后你还要说没有 我只是因为对 我跟你还不熟 跟你的脸跟声音 还没有办法结合 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 肢体上没有办法接受你 他明明就想留在那里玩而已 其实他不是 对啊 他每天只要见到他朋友 就玩得超开心 对啊 一回到房间跟死人一样 真的 就一直把自己埋在床里面 Zag真的超衰 所以 后来第五集的时候吧 就有一幕Zag真的去找Blitz 我好兴奋 我想说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 对啊 好期待他们的发展 然后我们有一点过分 是有一对 我们完全没有讲到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 Drama的戏份 但是那一对非常幸福啊 我很喜欢他们啦 还有两对 我想到有两对 对有一对是 Tiffany跟Brett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 很适合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 你们两个应该会成 好喜欢他们哦 就是一对非常成熟的恋爱 没错 然后他们也真的就是 他们绝对会很幸福 他们真的找到自己的真爱 我觉得他们有一段 很好笑的是 Brett在跟他坦白 就是说哦 就是我真的很爱你的时候 然后Tiffany因为太 躺得太爽就睡着了 但其实很可爱啦 我觉得很好笑 只是说 因为我本来还很害怕说 那一段误会会让Brett很伤心 因为Brett觉得说 我这对你掏心掏肺 结果居然 因为他不知道他睡着了 所以他是想回去的时候 其实很难过 就对他那边的朋友说 错完完全没有声音 他可能想说 我对你告白 然后你对我一点反应也没有 可是我觉得他隔天 应该觉得他很可爱 他只要他原来是睡着的意欲 这个那个 就超好笑 天文妮超可爱 因为他是他的朋友 想说他到底为什么还没回来 对 还集体冲进去说 哎 你怎么了 只是睡着的很爽 然后他就说 天呐 Brett还在吗 他说不在了 他说天呐 完蛋的 这个超好笑 而且他是睡到打呼耶 对 就是因为 Brett是因为离开的时候 他还没开始打呼啦 所以他没有听到 对 如果听他打呼 就会觉得很可爱 我真的觉得那段词 有啊 他们之后再回头 现在节目播出回头看 应该就会觉得很好笑 对啊 其实我觉得天文妮很多真性情啊 对 而且他的确 而且对方真的让他很放松 对 所以他们两个见到面之后 感觉天雷勾动地活 超适合 而且后来就很像老夫老妻 好喜欢他们 那个男生真的很爱天文妮 而且他只要见到男生 就开始一直称赞天文妮 哇 真的是很好的对象 我真的觉得我找对人了 对 因为天文妮就很阳光 对 很善良 其实他 比如说里面那些女生 在抓马张边 后来后来的时候 他只会在旁边微笑 他就不会加入啊 对 说实在讲话话 就只有那两个 其他人其实都人很好 对 然后他会真的给那些女生 很真诚的建议这样 对对对 对 不过那个Brad很强 我就特别提一下 因为他其实没有念大学 他喜欢设计鞋子 然后所以他自己在 Instagram上面就是画图 画鞋子的设计图 然后就被Nike 找去当他们的设计师 超优秀的耶 超强 但是你从他们每个人散发的能量 就看得出来 这个人的本性是好还是不好 对 对 因为他们两个就很正能量 真的 我都觉得 看他们两个就觉得 旁边有太阳在闪的感觉 真的真的 我看他们就很开心 然后另外一对是谁 我居然都忘了 你好忘 那一对叫 Jackalina 跟那个Marshall 跟Jackalina 因为他是牙医助理 然后他头发很卷很大 他们那对也不错啦 对 因为他讲话也蛮好笑的 对 不过他们在爱潮的时候都还好 但是他们去到那个 度蜜月的时候 Jackalina 有一段就是有点崩溃 嗯 因为他家的问题很多 对 因为他们等于现在就没有接触到 原本的生活 就是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 不用接触真实的那个问题 然后他可能突然觉得 我快要回去面对了 就有点精神上崩溃了 对 因为我每次出国玩的时候 也有类似的状况 我懂啊 其实跟星期一差不多 就是礼拜一天觉得 等一下再过几个小时 我就要上班的那种感觉 差不多 倒是没有像那么崩溃 但是因为他的问题真的比较多 嗯 因为他可能要养家嘛 所以他的压力比一般人大很多 对 他会觉得 他好像不能在这边这么开心 对 就算我在这边这么开心 那回去呢 我面对了现实之后呢 嗯 就是我还能这样子吗 对 然后因为 他跟他的未婚夫 Marshall 跟Marshall两个人 其实真的很 非常的和平 嗯嗯 然后甜蜜蜜 所以他们两个也蛮常会讲说 哦那他们好抓嘛 对 就两个也在那边看戏 超好笑的 很可爱 Marshall也人很好 我觉得 对 就是这几男生 说实在这次的男生 我觉得质量都还不错 对 这是心肠很好 这次都没有drama的男生 对 而且就是形成很妙的 比如说 很幸福的这些人 会在那边聊 哦我们另外一半 有多棒 对对对 然后 然后Zack跟那个Paul 两个在互相安慰 然后Irena跟Mikah 在那边讲说 哦我这个 就是又喜欢谁了 就是我在那边征服 对我要征服别人 但他们这一对也蛮妙的 因为现在Mikah 也知道Irena 她自己的未婚服 对啊 但她好像 我觉得她没有吃醋 就是因为她没有 真的喜欢Paul嘛 然后再来一次 她觉得Irena 不是她的对手啊 哦也是啦 对啊 怎么可能 你这个小洛洛 她真的完全没有 把Irena放在眼里 对她就只是一个 她旁边的 衬托她的人 真的 对 我没有看好 她跟Paul就是了 我觉得她应该 不会跟她在一起 对啊 所以才会让我 这么期待 接下来的发展啊 对因为 我还要征服 全世界的男人 我怎么可以 跟你结婚呢 我还要把Kwami 抢过来耶 真的耶 她回去一定 一直在想办法 要去Kwami 他们家玩 真的 说今天Chelsea 不在哦 那我们要不要 出去约个吃饭 或者是一直在看 最近有没有 谁要生日 我们帮她开生日 吧 大家都约来 好期待哦 超期待 明天可以看到了 真的耶 明天 对 明下午 第一次这么期待 礼拜五 没有啦 我上一次 这么期待礼拜五 我是换成 哦哦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记得 韩国礼拜五 我都会跟直播 对对对对 妈妹跟我讲的时候 我还想说 可是还是有舞集耶 所以我还没看 没有 很好看 你先看 哦 超好看的 大家赶快去看 真的是会忍不住 就说哦 怎么会这么好看 然后就看完舞集了 居然可以在艾草里面 真的 哎不过 我就是看也有外国人说 就是觉得 这一季就少了很多 大家交心谈心的画面 我想说 啊没办法 因为一堆画面 都被他们两个小伯枪走了 对啊 不会啦 其实你在看那个 Tiffany 他们那一队的时候 是很交心啊 Machel他们也是啊 其实他们那一段 就是你真的看得出来 Machel真的给了 哦对 他在那一段 安慰她的时候 我觉得他真的很真诚 对 所以女生也真的 有被安慰到 对 他在隔天就有说 给我的安慰 就是刚好 我需要的东西 对啊 就是那一段 也看得出来 他们两个真的很搭 对啊 可是我也没有 非常看好他们 我懂 因为我觉得 如果真的 生死世界的问题 比较多的话 就有可能 不会成 就是就算 他们很爱 对方也没有用 对没错 我觉得女生 会有很多顾忌 对啊 好像还没有办法 放下她的家人 去追爱就对了 对 然后或者是说 她觉得 会拖累对方 也有可能 因为这个男生 真的很好 他们两个 如果在一起的话 可能男生 也要帮助她 支柱她的家里 因为他们女生 不可能就这样 放弃自己的家里 对 不然杰克尼亚 真的很可爱 因为她在跟 对方见面的时候 她也有讲一下说 啊 我可能没有男生 喜欢的奶 我是纸片人 不管我就是我 很可爱 她还有讲什么 她还有讲说 对方不管怎么样 我应该都是会 喜欢她啦 毕竟我就是 已经就是这么爱她了 不过她如果 有口臭的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对很可爱 对就是有讲 她就是实话实说 对对对 不会像另外两个贾妹 什么话都不讲 我觉得他们的 对比真是超大 对然后 而且贾妹 你看 她到底 为什么不喜欢 Zack 到现在还没有答案啊 我觉得一定 就是她的脸 不是她的财 对 然后她还是不讲 然后在那边 说什么 就是太不熟 因为不熟 没有没有 你跟Paul更不熟吧 对啊 你看到Paul就整个 粘上去了好不好 对 肢体接触什么 没关系 因为她好像 有偷摸Paul之类的 有啦 就是讲 他们好像不知道 在讲熟的什么东西 然后就在那边 偷摸了一下 对对对 可是她就会跟 自己未婚夫 说你碰我 我还是会不舒服 对 然后睡 我们还没有到那边 睡觉的时候 还要中间画一条界线 对啊 好夸张哦 真的很过分 我觉得无论如何 你就是来这边 找真爱的 只是因为人家的外表 不合你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 看到那些 就是看到对方外表 不是自己的菜 都没有到他 做到这种地步 对因为像之前 我们有看那个巴西片嘛 那个男生算说 是蛮过分的 但是他至少 在见到人家面之后 马上就说 我没有办法跟他结婚 对对对 就是至少 他没有浪费人家时间 继续下一步 对 我一直就像日本片 当初 对对对 他们一开始也是 航派吗 对 就是也有 女生对对方也 Midori吧 绿对对 绿对那个行 就是觉得好像 他不是他的菜 对 但是 你看人家现在多幸福 对 他也没有说 你不要碰我 不要什么 因为他也是说 因为既然我们在 爱草里面 谈得这么来 我们是真爱 那我们就好好试试看 对啊 才不会说什么 你碰我好恶心之类的 我觉得真的是 成熟度差很多 对 不过我有看到 那个Netflix上面 因为他们最近都在 po忙婚事爱的 美国的啦 美国的Netflix 在po忙婚事爱的片段 然后下面就有人说 你们为什么 日本片不拍第二季 日本片我觉得 才最真诚 我说美国人都这样讲 你还跟我们讲的一样 对 因为真的有在 谈感情的感觉 对啊 然后才有人下面说 居然有日本片 我居然都不知道 我想说 我才惊讶你说 不知道 太棒了 你看连美国人 都跟我们一样的感觉 对 日本片真的很真诚 对对对 人家都是真的 在找真爱 没错 跟你们这些小贱货不一样 还有那个Jacklyn很好笑 就是Machel很尊重她 就问她说 你会希望结婚之后 在那个吗 Jacklyn她说 你买车不用先试开吗 我凭什么要叫我 结婚之后在那个 这女生真的好可爱 笑死了 她说 哦好哦 OK 人家想说 只是我要尊重你嘛 尊重女生的想法 但是她说 为什么我要结婚之后 我要试诚啊 这边试诚之后 我不要勒 很好笑 然后因为我就 因为那段地底没看到嘛 我有口述给她提 所以我们晚上关灯的时候 我会感觉 哦她要试诚了 对对 说到这个 我每次都想说 他们那个摄影组 到底是不是 因为像幻成恋爱 是放很多摄影机 在里面嘛 可是我都觉得 他们应该是有摄影师 直接在那边拍耶 哦真的吗 感觉上 因为那镜头会哄到 不过晚上关灯的 应该没有啦 关灯的没有 但是因为在关灯之前 他们就开始很激烈嘛 在那边亲来亲去 我想说 哦你们是 可以在摄影机面前 这样亲来亲去 也是蛮厉害的 真的 里面不是演员 对 就说哦好了 可能那个爱火 挡不住 对 果然是 难怪日本人那么拘谨 因为旁边 你就是可能 有一个摄影师 在那边谁亲得下去 所以外国人 真的很豪放 真的 他们真的是完全 就不管摄影师 已经这样搞起来 他们就想说 搞起来 你们自己想办法出去咯 对 真的 是你们自己 还在这里打扰我们的 超猛 第一次居然 五集聊这么多 我好期待 接下来我们可以聊多少 对 所以 赶快现在才五集 然后还没有进入 真正厉害的地方 大家赶快去看 对对对 跟上来 马上 每个礼拜五 我们就是要跟播 对 我觉得我们下礼拜 应该就会再聊了 因为太精彩了 真的 我很希望这礼拜 也是同样精彩 对 希望他们可以把那个 Blitz他们那一队 继续拍下去啊 因为他们现在 对啊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 再跟着他们在 可能应该又是巴拿马吧 哦 哎没有 这次是墨西哥 啊对对对 这是墨西哥 我想起来 因为 对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家最多是 就会问我奇怪问题的 马上说 这是哪里啊 然后我一开始就回答他说 哦应该是巴拿马吧 然后在这里面就有讲 是墨西哥 墨西哥 然后我刚刚跟着说 哎是墨西哥 这次是墨西哥 好啊 大家赶快一起看 没错 好 那就起码 妹帮我们呼吁一下 对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